歡迎收聽廣播新聞網2012行政長官選舉特別報導 我是楊佳欣 我是蔣俊傑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今早做結束 我們的記者李錦玲現在在會展現場 李錦玲交給你講下今次選舉的結果 今次的特首選舉第一輪投票就有結果了 梁振英以689票當選 他承諾上任之後會迎難而上 穩中求變 並且解決本黨的深層次問題 一號候選人梁振英先生 獲得票數為689票 二號候選人何選人先生 獲得票數為76票 三號候選人韓英先生 獲得票數為285票 一號候候選人梁振英先生 在選舉中取得超過600張有效票 所以我現在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28條宣布梁振英當選 知道選委結果之後 梁振英分別和唐英年和選委握手 郁振英原本有305個選委提名 最終以多於一倍的票數當選 他聲明 他聲明上任之後希望做一個親民的特首 在選舉中取得超過600張有效票 我們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在這裡 我向700萬香港市民作出莊嚴的承諾 我上任之後 香港市民今天享有的自由和權利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梁振英在發表獲姓宣言中 重申沒有說過縮短雙牌 雙台雙牌的年期 會以行動證明他的清白 我從來沒有提出過要縮短雙牌的續期的年期 我下去我會用我的行動向大家證明 我是沒有這樣做過 下去我作為行政長官 我繼續會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和所有香港核心價值 另外兩個候選人唐英年得票285票 而何俊仁就得到76票 唐英年在記者會上承認落敗 他向競選團隊和他的支持者道歉 又表示會爭取5年之後 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由張家佩說一下 唐英年最終獲得285票 不敵梁振英 在記者會上發言的時候 一度眼罰淚光 他對支持者感到抱歉 大感憶他們和競選團隊的不離不棄 我落敗了 我是祝賀梁振英先生當選 我寄予梁振英先生在未來的五年 要用心執政 維護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多聽民意 公平照顧每一位市民 今次的選舉是充滿挑戰的 我犯過錯 我多謝我太太 多謝我家人 多謝我的朋友和市民 給我的寬恕 給我的機會 他又表示 會繼續服務社會 爭取五年之後 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並且呼籲市民 一起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相信香港的未來會樂觀 本來是大熱人選獲得390張提名的唐英年 受到感情缺失和僭建風波影響 民望大跌 最終流失了近3成6的選票 有不少本來支持他的選委 包括部分鄉議局和飲食界選委 都轉態投票給梁振英 而獲得76票的何俊仁 投票之後 就馬上聯同60多名泛民選委離開會展 以示對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他估計 日後泛民和政府的關係會相當緊張 但強調不會為反對而反對 日後會繼續擔當監察政府的角色 他又表示 落敗是意料中的事 日後會繼續抗爭 爭取2017年雙普選 廣播新聞網記者張家沛報導 今屆選舉一共有74張白票和7張廢票 由選委在選票上表達對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選舉管理局主席馮華 在檢視有問題選票的時候 發現有選委將個有踢的印仔倒轉級 在選票上寫上反對小圈子選舉的字樣 也有人在選票寫上全民普選等 而其他無效的選票 除了是沒有吸引的白票之外 有一張白 有一張選票印了在梁振英的圈外 但仍然看得出這張選票的投票意向 他宣布這張票仍然有效 在今次的選舉中 唐英年拿到285票 比起他提名的378票 少了93票 雖然在競選期間 有不少關於唐英年的負面新聞 但在選舉入當日 仍然有商界的選委表明 會繼續支持他 由黃貝民去說 在選舉進行期間 有不少提名唐英年的選委表示 不會改變投票意向 其中詮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就說 已經投了唐英年一票 他也都再次重申 無論誰當選都不會撤資 而最先登出梁振英競選辦成員 和上海仔飯局的星島集團主席何柱郭重申 集團支持政府 不擔心梁振英上台 本身提名梁振英的新鴻基地產非執行董事 郭炳雄在投票之後就說 自己已經投了票給梁振英 覺得他的政綱比較好 而代表泛民參選的何俊仁 就在投票完結之後 和60個泛民選委離開會展中心 抗議小圈子選舉 廣播新聞網記者黃貝民報導 多個團體發起遊行抗議行政長官選舉 我們和在現場的周靜雯聊一下 周靜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楊家欣 這裡早前一度有大批示威者 集結在會展港灣道入口 不過現在人群已經散去 但仍然有警察和保安人員在住守 知道選舉結果後 在會展港灣道入口的示威者衝出示威區 堵塞了整條港灣道 警方舉起橫額 警告示威者再不停止就會使用武力 同時用胡椒噴霧射向示威者 並且射中了工黨主席李卓人 根本警察已經有貼碼 根本不需要噴入胡椒噴霧 但已經一進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已經吃胡椒噴霧了 我們覺得很清楚 楊振英上課噴胡椒噴霧 可能是標誌著白色恐怖的時代開始 他們由銷射上六四字眼紙製的彈黑車 由三十幾個團體組成的全民運動遊行 早早在修盾球場出發 前往會展對出的示威區 他們以反音點不投票為口號 遊行人士說要反對小圈子選舉 另外社民連同人民力量也都有示威 選委之一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新穿黃袍 諷刺中央音點特首 又戴著半狼半豬的面具 諷刺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 示威人士說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去表達對選舉結果的不滿 我在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給新聞報 謝謝周靜民 曾經揚言N屆不選特首的梁振英 在去年11月宣布參選 民望更加比另外的兩位候選人高 由關兆鏗說梁振英的政治生涯 今天我宣布參加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57歲的梁振英在香港出生 出生於基層家庭 中學就讀英皇書院 之後去了英國留學 回香港之後就由實習測量師做起 其實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只是一個努力向上的專業人士 不過比較幸運 比其他人有更多機會服務國家 服務香港 1988年 只有34歲的梁振英 已經成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後來更加擔任特區籌委會主任 那麼受中央重視 令外界猜測他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不過他就否認 回歸之後他擔任行政會議成員 兩年後出任召集人 2003年開始梁振英晉身全國政協常委 被視為明日之星 曾經揚言N屆都不選特首的他 2009年開始改口 透過網頁、樂區等 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 終於在去年11月宣布參選 我們需要的不是大的改革 而是轉變 是穩、忠、求變 我們不必轟轟烈烈 只要認認真真 他在競選的時候 強調自己聽取民意 說會和市民一起寫政綱 又提倡穩中求變的治港理念 都令他得到較多的市民認同 民望一直領先唐英年和何俊仁 最後成功當選 廣播新聞網記者關兆鏗報道 梁振英的競選宣言是由心出發 穩中求變 他的政綱重點針對本港設業的房屋政策 但是政制的部分就比較少 而且在半個月之前曾經修改過政綱的內容 梁振英的政綱主題定為包容、團結、上下一心 針對被受關注的房屋問題 提出港人港地政策 規定部分的私人房屋只可以出售給香港居民 另外要適當增建公屋 對35歲以上的非獎者單身申請人 定下平均3年的上樓承諾 但是選舉前夕 他突然修改政綱 在港人港地的政策上 加上當市場過熱時才實施 之前提出每年興建3萬5千個公屋單位 轉移提出5年興建7萬5千個的目標 至於這幾個月來熱烈討論的雙非孕婦問題 梁振英提出用行政手段 倒截未經批准的雙非孕婦 建議由今年開始 公立醫院停收雙非孕婦 但是就沒有決定雙非嬰兒的居留問題 在政制發展上就著目不多 只是說會就2017年和2020年的選舉辦法展開討論 廣播新聞網記者 蔣俊傑報導 對於剛剛出爐的新特首 不少市民都說對下屆政府不會有很大期望 而在午夜出爐的323民間全民投票 就有超過一半人投白票 午夜出爐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全民投票有超過22萬人參與 比預期的5萬人 高出3倍有多 其中近五成半的人投白票 有12萬1千多人 而一直在先前民意調查領先的梁振英的得票率 就只有17.8% 比起排第二的唐英年 近近高出1.5個百分點 而何俊仁的得票率是11.4% 對於梁振英出任下屆特首 有不少市民都說 對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特首沒有什麼期望 有中產人士就希望政府可以幫助市民事業 可以減稅 每一宗產生事業的時候可以幫他們借貸 亦有市民希望新政府可以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讓每個市民都可以安心養老 全民退休計劃就好了 有錢就行了 另外 有市民都希望政府可以多些關心民生議題 放多些支援在醫療和教育方面 改善市民生活 今日的特別新聞報導完畢 接下來是一節彩色時事 我們會回顧這次特首選舉期間出現的新現象 再會 再會 新秆第10 Hill - 請歡迎 - 謝謝 彩色時事 與你自由討論 深入分析 城中大小事 你騙人 你完全是斷章取義 根本大家沒有事實做一個根據 我好像沒有給你說話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精彩 應該大家互相抽出來 我們想聽多些 因為那些全部黑雙作業 我真的不知道 你說啊 堂檔 多說一下 歡迎收聽財色時事 候選人被揭發有黑材料 是今屆行政長官選舉一個新現象 梁振英先後捲入多次的風波 包括西九流暴利益 涉及黑金政治等等 成為對手的攻擊目標 他亦都被前共產黨員出書推斷 他是地下黨員 又在03年的一次行政會議裏 講過縮短商臺的續排年期到三年 和出動防暴隊的言論 但梁振英就一直否認 在香港這個支持法治高舉核心價值的社會裏面 竟然有人提出一些講法 抹黑另一個人不需要提證據 亦都沒有其他的人出來支持他的講法 只有其他的人出來否定他的講法的情況下 他說人家誹謗他 這個用我們中國人的說話說 叫做賊喊捉賊 而唐英年被揭有婚外情 他先承認有感情缺失 再被揭發弱道大宅有僭建 我認為做男人就要有肩膀 做公職就要有腰骨 如果是有違規建築 我會承認 我亦都會盡快將他糾正 一連串的醜聞令到他文望落後 唐英年的誠信問題引起了市民高度關注 其實2007年梁家傑和曾蔭權之爭 公眾的焦點並沒有落在候選人的黑材料上 最大的黑材料風波就只得 梁家傑在辯論大會上 以紅灣半島數碼講 西九單一招標來證明曾蔭權官商勾結 但反應就沒有今屆選舉那麼大了 聽你這樣說 上屆選舉與今屆選舉有很大分別 但為何今屆選舉候選人會互相抹黑 甚至用黑材料去攻擊對手呢? 國務院港澳辦處任黃光亞說過 互相抹黑的現象 反映今屆選舉不是君子之爭 又說這是民主發展的必然過程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惡 就說抹黑在世界選舉經常見到 但今屆出現那麼多黑材料 原因就是因為今次的特首選舉 候選人的競爭比以前大 上屆和之前的界別除了第一屆之外 其實建制派只有一個候選人 就是董建華就董建華 曾蔭權就曾蔭權 那就變了 譬如就算上一屆曾蔭權對梁家傑 勝負都是很快很分明的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曾蔭權一定贏的 沒有什麼真正的競爭 變成不需要用一個所謂民望的方法來競爭 變成一些選舉可能會出現黑材料 那些手段其實就不需要用的 另一個特首候選人何俊仁就說 連串的黑材料令到香港市民都分不清楚 誰在說謊 要不就是唐英年說謊 要不就是梁振英說謊 是沒有中間的 隨便一個有可能會做特首 馬岳又認為 有一個被爆出有黑材料的人出任行政長官 上台之後就會繼續被人追打 對新任的行政長官管治造成困局 他們無論誰當選 現在民望都不算高 反應他本身的權威已經不太強 而反對他的人可能是比例幾高 於是無論誰上台都會有這個困難 在過去三屆的行政長官選舉 建制派都表現得很團結 事隔五年 除了被爆出黑材料之外 兩個建制派候選人 唐英年和梁振英 亦都上演了一幕幕的交鋒場面 討論應否硬推23條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過 香港始終有一次 要出動防暴隊和催淚彈 來對付示威人士 有 還是沒有 我絕對沒有說過 你騙人 不要說謊 請你 請你提供主席 請你 請你提供主席 我是在場 有很多人的耳朵都聽到 我給了多一次機會給你 有 還是沒有 第一屆行政長官由董建華擔任 而第二和第三屆就是由曾蔭權擔任 而他們亦都是建制派唯一的候選人 但看回今屆的情況 就有很大的轉變 是啊 建制派現時分裂成為三個陣營互相角力 分別是支持唐英年的雙界 梁振英就被指主張保守政策的鷹派 和以曾鈺成為首的開明左派 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們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 對於勝負都認為是社會權力或者影響力的再分配 中央今次破格容許兩個建制派人士參選特首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還表明 會維持選舉的公正 我相信只要堅持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 並且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事 香港一定能夠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 不過在選舉前職傳出中聯辦成員游說選委投給梁振英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認為 中央今次是故意製造選舉的虛假氣氛 但其實已經暗中決定好人選 我想今屆有個特色就是表面上好像有兩個主要建制派人競爭 但你去到過去的一個星期 似乎北京以至中聯辦的干預是非常之明顯 我想信息就是 其實中央似乎在今次比起以前的兩位特首不同的地方 外界就指出 雖然選舉氣氛已經被種種負面風波、醜聞 侵略得體無原呼 更加有人擔心 去到2017年香港人能夠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會受到這些歷史因素影響 馬惡教授就認為 向好的方面看 對未來爭取普選其實是有幫助的 我想其實今次對小圈子選舉來說 那個認受性的破壞其實應該很大 因為選得這麼難得 而選得這麼難得 那些人也這麼難得 但是市民是沒得選的 那這個我相信就是未來兩三年 就是說如果再開展有關2017特首選舉的討論的時候 就再要提出說用小圈子選舉 而不需要邁向普選 那我想就已經可能是很難服眾了 那變了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講 那今次的選舉其實就對確定 認一七會有一人一票投票 那其實應該有些幫助 未來五年 新一任的行政長官 可否凝聚港人 維護法治 一國兩制 言論自由等等的核心價值 和帶領香港 我們拭目以待 他請問質問 我們下了 約他 你確定 在每天 至少 對 每天 都